餐馆主伊克巴勒,侯赛因是一名画家,走进他家的大门,看到的是他收藏的拉赫尔历史宝藏,大象可以穿行的巨大的门,手雕栏杆,印度佛像等。 很多艺术品来自拉赫尔已经被拆除的红灯区,那个妓女聚集的街区不复存在。 现在都消失了,过去这里的清晨可以听到美妙的声音,音乐家来到这里练声,声音非常悦耳,带着回声,非常动听。 侯赛因的母亲曾经在红东区做妓女,她是在这一带的街道上长大的。 雕梁画柱的妓院不复存在,但是妓女们仍在这一带活动,只是转入地下,受黑帮控制,过着毒品泛滥更加危险的生活。 侯赛因仍然住在她从小长大的房子里,房子坐落在拉赫尔最有名的清真寺旁。 她说,尽管宗教组织向她施压,但是她仍然计划留在这里,经营她在住房屋顶上建造起来的一个很有人气的餐馆。 她还要继续给妓女画像,她说,给她们画像可以保护她们的尊严,就像她的艺术收藏可以保护城市历史一样。 侯赛因清楚,在今日的巴基斯坦,有着极端宗教思想的武装人员,很难容忍她的观点和行动。 她明白自己的危险处境,她还以自己的死亡为题,画了一幅画。 我有点担心,每个人都要离开这个世界,我们需要保护历史及其尊严。 虽然侯赛因担心巴基斯坦社会变得越来越缺乏隆人,但是她希望终有一天人们会欣赏她用一生收集保存的历史和艺术珍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